車水馬龍的路口轉角多 轉彎時都得靠反射鏡 才能閃避來車 不過台中市大安區 莊莊裡的李明 最近相當頭痛 因為里內20支反射鏡 有10支在颱風來襲時被吹倒 等於損壞了5成 因為煩車怕 經濟2、3個 背後方台跟現在這樣 都沒有修理 沒了反射鏡 李明開車都得提心吊膽 就怕一個不小心發生碰撞 就要開車也沒看 不然走路說 你本身自己到這邊都會剪輸嗎 會 我還都要停下來 我都很害怕 我都要停下來 更讓李明氣憤的是 他們多次向市府跟公所陳情 但兩個月過去了卻沒下文 李明決定自立救濟 用繩子跟石頭 把反射鏡立起來 甚至在反射鏡 貼上市府沒錢修理的字條 一直說沒問題 有時候在辦海洋那些字 一張都幾百萬在開 到底市府的錢花到哪裡去 財政局表示 市府在104年編列的災害預備金 有11億4千萬 但是反射鏡的部分 沒有達到需要搶修的標準 所以應該使用交通局的養護預算 今年編列了6900萬 交通局強調 市府不是沒錢修 而是損害的部分太多了 來不及修 或許受損的反射鏡 不是最迫切需要修復的 但是民關注的 往往是切身的小細節 如果被忽略 感受可就大不相同 記者連元斌 韓智欣 黃小錦 台中報導 按照 按照